在上一個章節裡面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說就是 如果用量子密碼的時候 通常大家做的事情是用光來進行量子密碼的通訊 傳遞量子的密鑰 那傳遞的方法它可以用各種不同的媒介 那它跟古典的方法不同的是 它可以轉45度 如果一個光子的時候什麼東西都可以轉45度 空間、時間、位置是不是有通過偏偵片 這個東西其實它也可以轉45度 就是同時處在通過偏偵片跟沒有偏偵片的狀態之間 但是除此之外 目前本來我們可以用來通訊的手段 例如說我們本來現在用光纖 然後會用衛星 那量子的話我們也可以用光纖和衛星 只是我們現在弱量子的話 就是一個光子一個光子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 我們所有東西都可以轉式出入 所以所有東西都可以處在0跟1之間 好 但是大家除了上我們量子資訊入門之外 大家有可能去上有老師的量子程式入門這門課 大家看到量子程式入門這門課不是討論光紫 就是不是討論用光波的方法來傳遞密謠 而是我們上到IBMQ的量子雲上 然後在量子雲上拉這個圖片就是Quantum Composer上來寫程式 大家叫有老師的課可能就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那他跟我們之前的 就是我們之前討論說如果在量子資訊安全的實作的時候 基本上大家都是用光來光為媒介 不管是用頻率、振幅、時間、空間之類的 或偏正 他們都是用光的某個性質 然後來進行通訊 然後來傳遞密謠之類的東西 來分發密謠之類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們把同樣的演算法放到 用大家想在優老師的課裡面 我們把同樣的演算法放到 這IBMQ的量子雲上來實作的時候 那IBMQ的量子雲也是用光嗎 還是用它們別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要討論 其實它不是用光 它是用超導線圈來進行量子計算 所以我們這個單元可能會稍微解釋一下 用超導線圈要怎麼進行量子計算 然後超導線圈進行量子計算的時候 跟我們本來要光來進行量子計算 有什麼不同或者相同的地方之類的 那是不是它們是一樣量子計算呢 還是它不一樣 為什麼要用超導線圈來進行量子計算 所以說我們開始解釋一下 那首先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我們量子資訊安全 對量子通訊的時候都是用光來進行通訊 其實這跟我們平常大家的電腦是一樣的 就是如果遠距通訊大家是用光纖 但在電腦裡面 在我們真的有一台筆電裡面或手機裡面的時候 大家是用電的訊號 但是我們可能不用超導體 超導體就很貴 因為要非常冷 對 但是我們是用電的訊號 所以說這個概念跟我們平常的光電 就是通訊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像通訊傳遞密鑰的時候是用光 然後我們要進行計算是用電 但是我們平常進行計算是用電 但是如果是要利用量子性質來做計算的時候 我們要用超導體 為什麼呢 因為平常的電他們雖然是量子性質 但是一樣就是 內量性質可能是要搞破壞 就是它並不是幫助我們計算 我們並不是利用量子性質來做計算 而是它可能會影響我們計算結果 如果我們是要利用量子性質做計算的話 有一個特殊量子性質就是超導 超導是一個特殊量子性質 所以說就是我們是要用這種量子性質來做計算 所以說我們需要超導體 對 就是超導是一種特殊量子性質 就是它是一個特殊量子現象 所以說我們需要 我們要用這種特殊量子現象來 才能夠來進行量子計算 那首先就是 如果大家將有那種進行量子計算的量子雲的話 基本上也都大部分都是用超導的方法來進行量子計算 那這邊列出了一些常見的公司 使用超導來進行量子計算的常見公司 例如我們做軟體公司 包括Google、阿里巴巴是軟體公司 他們都有做 IoYo就是超導雲 那Google好像沒有放出來 他們只放出量子計算的模擬器 但是他們沒有真的把他們的量子電腦開放給大家玩 IBM的話是有開放電腦給大家玩 然後它是硬體的公司 Intel是硬體的公司 Intel本來做半導體的 那半導體可以做超導 所以說可能用超導的方法來做量子線圈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別的公司 這些都是新創的公司 BBM、Rockety 然後其中最古老的是D-Wave 但是D-Wave的量子計算方法跟別人不太一樣 然後還有另外兩家就是歐洲 可能是歐洲的公司 Oxford的 不是牛津的量子計算的公司 所以這些量子計算的新創 或者是老牌的大公司 都是用超導的方法來做量子計算 然後IBM、阿里巴巴還有量子雲 可以讓大家再用他們量子雲 來做一些實驗測試 所以說用超導體來做量子計算 是不是最後真的用超導 因為現在也不知道 現在為時尚不著 但至少就是 就現在這個時間而言 用超導進行量計算是一個主流 就是它是目前最比較領先的隊伍 然後比較真的開始商用化 讓大家做出雲 來讓大家去用的隊伍 所以說我們來比較 我們要解釋就是用超導進行量計算 跟用偏正光來進行量計算 有什麼不同 首先我們回顧一下 偏正光來進行量計算的時候 我們剛剛說的就是光行進方向是Z軸 偏正像X軸的話可能是代表0 偏正像Y軸可能代表1 然後我們可以偏正方向 可以不是X軸也不是Y軸可以轉 是數度之類的 這是我們第三章的時候 討論用偏正的方向來進行量計算的方法 那如果不是偏正 而是用超導是怎麼做的呢 因為我們是 尤老師是用IBMQ的量子雲 做量子計算入門 那我們翻開IBMQ量子雲的官方說明裡面 有一個說明是 Introduction to Tuzman Physics 就是這是它官方說明 他要寫一個量子雲的課本 但是就當課本而言 可能就是你如果完全不懂 想要靠這看懂其實也有點難度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是官方說明文件 就是QKit的官方說明文件 在這說明文件裡面 就是我們QB就是量子比特 它是一個兩個狀態的系統 如果兩個狀態系統的話 我們可以有自選 或像我們之前說的偏正就是兩個狀態 就是光的偏正或電子的自選 是兩個狀態系統 我們當然可以選這種只有兩個狀態系統 來做量子比特 但是如果它也沒有寫說 就是對超導線圈而言 我們可以用超導線圈是有庫博隊之類的 才產生超導性為何 但是不管就是 我們如果用有沒有庫博隊之類的東西 來做量子線圈的話 它很容易被雜訊干擾到 然後就很不穩定 所以比較好的方法是 我們考慮一些有更高能的狀態的一些情況 然後其中最低的兩個能量 來代表一個量子比特 那其中它的基塔也是代表零 然後基法代表一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抽象 所以我們下一個單元的話 我們就開始深入的解釋 就是這句話 就是我們會先解釋紅色這段話 就是什麼叫做有很多能量的系統 那它跟我們剛剛說的兩個能量有什麼不同 再來是 如果最低能量的兩個狀態代表一個量子比特 那其中基塔代表零 第一基法代表一到底是什麼意思